我说阿四蟀不是多处多点嘛 这里我们放这个案例好不好 孙思淼阿四蟀的探讨 他这里痛我几乎可以确定 他的阿四蟀应该在这里 这里一定可以找到 我要的痛点 有没有 痛点就是阿斯蟹 那我说压痛点 也就是阿斯蟹 不一定只在一处喔 也可能是多处的喔 有没有可能 所以要不然 我就否定了所有的中医啦 只有原始点的位置 才可以出现阿斯蟹 那以前的人 如果没有找到我的 表示他们就找不到阿斯蟹 这样就有一点武断 所以可见 它一定是多处的 对不对 那我也要证实 应该是多处的 我们来找找看 这里一定有阿斯蟹 那我在别的原始点 是不是能够找到同样 也有阿斯蟹的作用 啊也有效果 我们当场来实验看看 好不好 好 这一点痛不痛 痛 这一点痛啦 啊这一点呢 没有 也有 啊这一点也比较痛吗 还是这一点不会 哦 你看 那这个就是最明显的 我用同样力道 那表现出最痛的 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阿斯蟹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那个力道很轻 你看我是手这样放下来 有没有 这样就揉了 好 那这一点就是它最痛的点 那最痛的点要揉多久 9秒钟有没有效就知道 我已经揉好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证实 这个就是阿斯蟹 好 如果这一个是阿斯蟹 那我揉这一个 有没有效 它对它的手腕 为什么会有效 我们先不用讲 由它来讲好不好 看它现在它的手腕 感觉怎么样 哎呀真的好 你跟大家讲不用 真的松了很多 原来我今天一做的这个 自己在这个地方有点痛 现在做完 确定了 还是有痛 但是有改善 好 它讲得非常好 它说还是有痛 但有改善 这个它讲得很明确 那表示有改善 但没有效果 还有 但没有完全让它解决 那这个就是阿斯蟹 你看我只有花多久的时间 9秒钟 9秒就让它有改善 那这个是不是大开关 是 这个就是孙思蟹的阿斯蟹 如果我揉得更久一点 然后再加上温敷 我相信它的效果怎么样 绝对更好 这样你们已经了解了 好 我还要做一个实验 如果这里有阿斯蟹 你们也看到了 对不对 如果我在这里 又找到阿斯蟹 那是不是多处了 对不对 好 我再来 你插腰 这一点痛不痛 不会 好 这一点 有痛 这一点就痛了 好 这个就比较明确 大家看它的鸟 它虽然没有阿 但是眼睛已经闭起来 不敢看我了 这一点呢 痛 也是痛 好 两点都在痛了 好 我们再找看看 这一点呢 这一点也痛啊 三点啊 好痛好痛 你看这一点很明显的 它表现的你看 你看那个脸 就知道了喔 那个强烈度 这里应该是最痛的 好 那我们就在这最痛的这两 有稍微三点 帮它解决 到下面就比较不会了是吧 也是痛 这里也是痛 也是痛 好 这个可能好几年 这里你已经好几年了 嗯 这个地方痛 对 没关系 那不管它几年 我认为都有效 好 那来回两三次 应该也差不多揉完了 即便它有三点 每一个点9秒 也只不过27秒 差不多半分钟 那我现在帮它舒缓一下 好 你现在喔 再转转看 然后跟各位讲 现在又是什么感觉 松了很多 确实有效 好 那现在松了很多 还有痛吗 还是有痛 那现在差不多好几成 好了五成吧大概 那第一次揉 差不多好几成 第一次揉是大概 好了两成 如果这样说 第一次揉好两成 有稍微松 我现在在帮它做 它又好了怎么样 好 增加到五成 后面又多了三成 对不对 那这样说来 哪一个开关最有效 对它的手腕 手肘 手肘 那我现在做给你们看的 就是代表什么 原来阿四蟹 同样一个手腕痛 它在身体上 竟然有多处的阿四蟹 会同时出现 有没有 因为压痛点的影响力 会随距离而递减 只至消失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看我按肩部原始点 我为什么知道有效 因为它可以怎么样 改善这一段 那这一段里面有包括 肘部原始点 有没有包括 有 确定有 那这里被它影响到了 好 这里会不会影响到它的手腕 会不会 又会 所以它手腕也改善 道理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距离越远的时候 我揉到枕骨下沿 那这样会不会有效 我可能会 又要跑到脊椎 又要跑到肩部 然后再跑到手肘 哇 就要好几个开关 可能已经怎么样 原水救不了进火 那代表怎么样 你即便它是多处的 压痛点再多处 但你最有效的一定要选择 距离换处怎么样 最近 好 那最近的最有效 这个只是实作 让你们看得更清楚 不要再解释上面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的原始点 经络跟阿思谢 经络学说是中医重要的理论基础 更是中医外治法的理论核心 2000多年的实践 也证明是有效的 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 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更传播到世界各地 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经络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与经络思维的阿氏穴 与原始点 而它们是否有可能弥补经络的不足呢 经络的不足 早在唐朝时的药王孙思苗就注意到了 有一次 他用十四经的穴位治疗 医患者的腿痛 经半月无效 于是他尝试避开患处 一分一寸的在其病腿上掐饰 另寻经络外的压痛点 然后下针方才见效 但次日痛点位置却变了 相传是在七天中变换了五个位置才告治愈 阿氏穴即使因压痛而得名 孙思苗认为 它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 由此看来 阿氏穴疗效之所以更胜经络穴位 虽然是它必有不同于经络穴位的特点 其特点是因阿氏穴属患处外的压痛点 且不被固定位置所限 并通过双方互动才确立 至于经络穴位的位置固定单方推断 且无需确认是否伪压痛点正好相反 从阿氏穴的发现来推断 经络穴位也是古人在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位置 其目的也是为了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但如认为其背后有实有的巡行路线 纵横交错周辨全身 然后寻经而取固定穴位 那就形同克周求见了 阿氏穴正是突破了这种思维 所以效应胜过经络穴位 既可说是对经络的发展 也可说是对经络的颠覆 阿氏穴这种跳脱经络的创新思维 在原始点的应用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以手臂为例 经络是由手三阴、手三阳六条贯穿风管 原始点则是由肩部、肘部两处涵盖整条手臂 完全不需要区分路线 换言之 原始点的作用模式 与经络的单线式传导不同 它是立体式成片区的 如实投于水 水波必向外全面扩散 而非单线进行 因此不需要寻行路线的假定 也就不存在寻经取穴的问题 那么原始点继阿氏穴之后 又有什么新贡献呢? 这可以从它与经络穴位及阿氏穴的比较中得到答案 首先三者都只是代表位置 但在分布上 原始点只分成一条脊椎及七处置为简要 经络则分成十二正经、任督二脉及落脉等 在这些经络路线上分布着三四百个穴位 阿氏穴则无固定位置 其次 原始点可处理其涵盖范围内的所有它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经络穴位则需选配多个固定但常属不同经络的穴位 以处理它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阿氏穴虽然处理它处体伤所致之病症功效显著 却因位置不定 又无固定范围可循 故难以应用 此外 在诊疗上 由于原始点的压痛点 既是病症的起源处 也是解症的大开关 因此 按推原始痛点在它影响范围内 不仅具有分辨病症之体伤位置的诊断 还具有解除它处体伤所致病症的治疗 经络穴位及阿氏穴则无此诊疗合一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 原始痛点虽属压痛点 且需避开患处 经按推确认双方互动才能成立 但它距离患处最近 所以疗效更为显著 这类似于阿氏穴而不同于经络穴位 但它又有固定范围 此则类似于经络穴位而不同于阿氏穴 原始痛点的这些特性 不但解决了经络穴位繁多 且因单方认定 位置固定及配血复杂 以至疗效不定的问题 同时也突破了阿氏穴 似大海捞针 以至千年来无法应用于临床的困境 并将诊断治疗与保健 融合为医医学易用 极大的简化了诊疗过程 所以原始点的发现 是继阿氏穴的创新思维之后 再一次为中医乃至为医学的发展 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一路读下来 你们听得懂吗 听懂举手 哇太好了 几乎都举手 表示大家的程度很高 还是那个文章写得还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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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